本影片感謝澳洲旅行社FissionTour贊助播出 Hey guys 我現在人在Brisbane地場 我一直就緊張到講錯話 我還去接爸媽 他們來Brisbane找我 三年沒有見到他們了 哇有點緊張 三年 好 我看到他們了 看到他們了 看到他們了 來前面 笑 很緊張 累嗎 很緊張 有過有過 排關有過 有過有過 他這邊有魚要不要自己手留下來 吃要不要有魚去吃就好 我們就先來吃 我們停在停在那裡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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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樣 這個體驗 好玩喔 好玩喔 很會吃喔 好棒喔 你好厲害喔 你很會吃喔 你食物好大喔 草泥馬壽命長嗎 草泥馬 其實我不是草泥馬 大家 那是羊駝啦 對 草泥馬羊駝 Hey guys 我今天帶爸媽他們來 這一個草泥馬 六草泥馬的地方 叫做那個 Malte View Opaca Farm 然後這個草泥馬 這個地方還不錯 因為旁邊這邊就是一個 Orally 就是可以品酒的 品白酒 還有葡萄酒的地方 對 所以我是覺得蠻適合帶爸爸媽媽來這種 這種地方放鬆的 你們覺得如何 嗨 為了粉絲 大家好 還不錯 天氣很好 然後很悠閒 有很多的 就是整個的感覺 就是很適合一家人來 嗯 啊怎麼這樣 趕快要哽咽這樣 沒有吧 對不起 不要鬧咧 我覺得太早訪問了 因為那個什麼 我們只體驗了草泥馬 農 那個草泥馬 沒有還沒去品酒 等那個品完酒 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 好 爸爸你喝喝看啊 第一杯 氣泡酒 我們點了 五杯 然後來試喝 兩瓶白酒 兩瓶紅酒 一瓶氣泡酒 一瓶氣泡酒 他跟 欸 不一樣的那種 外面的紅酒 比較不太一樣 比較清爽 比較清爽一點 對 不會欸 不會很像 就是一般的 就是像葡萄酒 真的是有點果香欸 我覺得他有點 桃子的香味 然後 不苦 不苦澀是甜的 還蠻香的 嗯 請喝喝看 然後 我們剛剛從那個草泥馬酒莊出來 然後我們開了大概30分鐘左右的車程 來到 Glow One Cave 來這邊看那個藍光營火蟲 對然後我也是第一次來 然後我覺得這行程安排還不錯 因為兩邊的距離蠻近的 嗯 不到30分鐘就到 然後我們就現在點了 嗯 兩個 漢堡 然後吃完 然後就要進去 進去看藍光營火蟲 那這邊的門票是 他是算人頭的 一個成人20塊 嗯 OK 然後裡面是不能 不能拍照也不能錄影 對 可能就等我們之後 我之後出來 然後再跟你們分享裡面的狀況 OK 對 白飯配肉鬆 欸那個放屁聲錄進去了 對啊 oh my god 很可怕 沒關係啊 欸大家我們已經看完藍光蟲了 然後 我之前都以為是螢火蟲 結果不是是藍光蟲 然後我們身上會帶這個 我們進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帶 對對對 這個是那個什麼 夜光貼紙的那個 就是怕裡面 看不到彼此 對撞到 然後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 這個行程有點短 他就是進去一個很暗的隧道 然後 呃 隧道大概走個 五分鐘 不動 三分鐘喔 對三分鐘就結束了 對有點短 然後那個 藍光很細微 對 帶露一滴燈 對覺得 這個行程可以可來可不來 我是這麼覺得 那你們覺得呢 OK 我覺得也是可來可不來 對啊 就如果有更好藍牌 好像可以去別的地方 對 就瀑瀑沖沖 對沒有錯啦 那只是說 這是一個體驗而已 沒有 以前沒有看過 對啦 對啦 就是 我們剛好遇到一群台灣團 所以他剛好放的那個 介紹影片都是中文 對啊 然後也讓我們知道說 原來那個藍光蟲 他們的補蟲方式 進食方式是跟蜘蛛很像 對對對 跟蜘蛛很像 對 只是他是用唾液 然後那個 延伸出一條那個 蜘蛛網的概念 對 OK 這就是他大概是今天的行程 然後 等一下可能就去超市買個簡單的食材 然後 在家裡 在那個 冰煮晚餐 我們已經買了食材 然後 來到我們的那個飯店前面 其實這個也不是飯店 這是一間 莊園的 AMB&B 它把這個小小的小屋 就是出租出來讓我們住 對 然後我想說請 請位媽幫我們稍微 room tour一下 OK 好 我們進去瞧瞧 走 跟著我一起去參觀吧 OK 走走走 go go 現在它這就是一個公共空間 它是一個客廳 你看它這是一個 就是可能一家人來 然後可能這邊就是可以 坐在這邊客廳聊天 然後天氣冷的的時候 還有一個大的熱爐 那個烤火熱爐取暖 它這是一個大的一個餐桌 然後 可以就是整個如果說一個 一個那個家族過來 對 我們就是可以在這邊用餐 然後聊天 過去全面這邊就是有一個吧檯 那它這邊就是可以做一個 簡餐的一個 晚餐 早餐的一個料理 這是他們附的一個 你進來的時候 在我們的費用裡面 其實它這個都可以自己 自由的食用 它這邊有一個 這是什麼區啊 這算是什麼區 來 這是一個就是 就是可能很悠閒這樣子 對 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然後放鬆一下這樣子 那它這是一個上面有一個 很漂亮很就是 這是格隆 哈囉 哇 它這邊就是很 你看看還有一個就是 它是雙人 上面就是有另外一張床 對 雙人床 雙人床 然後那邊應該是如果 然後這邊 這邊 其實這邊 它應該是可以住到七個人 因為我們原本 有要訂七個人 但是後來就變四個人 空間滿大的 然後每一個空間都有配一台電視 對 好 好那我們下去一樓 看一樓 那那個一樓的 臥室就由我來介紹 對 來一樓一進來就是兩張單人床 對 很溫馨 對大概是這樣 很compact 還不錯 然後這間房間就是廁所 來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 現在真的非常熱 因為它這個也是那個有加熱的那種燈泡 這超讚的 這個在冬天 一定你們一定會超愛 然後就是一個很復古的洗手台 這真的超復古的耶 我覺得這個真的應該是古董 嗯 然後這邊就是有那個laundry 洗衣服的啊 我們現在就來洗衣服 對 然後我覺得 這旁邊比較奇怪的格局是 這個門打開 我們來出來看一下 我們是通到後面 對我們是通到後面 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 這個莊園有多大 對就是 嗯 這樣子 從那邊好看那邊好了 那邊就是 可能就是農場 這個莊園的家啦 你看那邊 那一個 是什麼 它真的是一個小木 因為我覺得它不是小木 它是大木 超級大木 對啊 就在這邊 我們就住在這個裡面 然後那邊可能是莊園族的家 對 那在Airbnb的話 在那個Helensville 在Gold Coast Helensville 這個區 離那個South Post要開15分鐘左右的車程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 如果你們之後 有要來 Gold Coast附近 要帶爸媽來玩的話 很退喔 哇 這麼好 終於吃到媽媽煮的了 你在煮的嗎 我在煮那個卷卷麵 先炒培根 對 喔 準備好了 簡單吃 簡單吃 很便宜 吃 很快 我 我 吃 我 吃 你 還 看到 我 吃 你 吃 今天帶來幫忙他們來黃金海岸的Sky Point 對 那 哈囉 那今天來這邊 我覺得如果你們有來的話 可以就是上來 在就是傍晚的時候 可能要日落的前一個小時 或是先30分鐘過來這邊先準備 然後你們就可以看到日景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夜景 然後這邊的餐點 這邊有餐點 就是有餐廳 對 但是我上次有吃 我覺得普通 所以你們可以來這邊看完日夜景之後 去GoCode的其他比較好吃的餐廳吃飯 我們剛從Sky Point下來走路10分鐘 來吃龍捲風豬排 這一個 這是我們點一個Purred 那這間餐廳叫那個Herrycan 這就是海洋人海洋 所以大家如果來可以試試看 黃金海岸必吃 OK 好吃嗎 超好吃 你是那個吧 你是夜配喔 沒有 它那個醬滷的剛剛好 我也覺得它的醬那個醬汁很好吃 這就是海洋南部的味道 永善 好 夠人 好吃嗎 嗯 好吃喔 這個是最好的就是這個 那不是洗手喔 那不是洗手喔 嗯 tyranny midnight 對 pode 眉間 什麼 吃 今天阿哥哥帶我們來黃金海岸的 拜阿米夜市 我們買了這一家西班牙和巴西料理 它是燴飯嗎 對有點像是燴飯 然後它上面有白飯 這個是燴飯阿 那個是炒飯阿 很好吃 你覺得很鹹是不是 這個蠻鹹的 紅色的 這個很辣 這個很像綠咖哩 後面有一 有點像泰國綠咖哩 還是台灣的炒飯比較好吃 這就是那個日本的烤肉 就是日本鹹酥雞啦 對 澳洲這邊的日本鹹酥雞都會加美乃滋 你吃吃看 你先吃 好 好 中上 對 是好吃的 那個臉很醜很可怕 美乃滋沾太多了 蛤 美乃滋沾太多了 對啦 對 美乃滋沾太多 天鹹 媽 你點什麼 這個是一個好像 類似拉薩 拉薩 拉薩 泰國 泰國拉薩 來吃吃看 好 吃吃看喔 嗯 好吃 真的好吃 嗯嗯 只是你的菜啦 你的菜 敲一口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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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剛剛那兩個好吃 會不會辣嗎 一點點 Juicy Juicy喔 Juicy Juicy喔 Juicy喔 阿你覺得好吃嗎 不錯不錯 不會很好 結果來澳洲就是吃泰國的料理 覺得泰國料理也很好吃 對啊 對啊 不是澳洲的料理 不會很辣 酸甜酸甜的 可是你應該比較喜歡剛剛的對不對 我覺得都好吃 你覺得都好吃喔 我對食物真的很不聊 但是我覺得澳洲食物都非常的推薦 那你應該就住澳洲吧 那我就繼續在澳洲那裡 謝謝大家 亂要走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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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样 好不好吃 吃什么果味 芒果 它有没有果脸 我吃了一个比较好吃 好 来 换来我烫一下 看筏 If you look atцион 我是鬆 question 给你的 Gian scratch ag 给你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